两天之后被通报死亡 那么详细的死因 现在还有待解剖离亲 不过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 日前在记者会上说 这名个案他有糖尿病史 体重大约是120公斤到130公斤 不过这番话 却变男子的遗伤死控了 说丈夫去年在健康检查时 他的体重那时候才90公斤 而意念下来 丈夫的外表上也没有明显的变化 至于指挥中心这样的说法 帮丈夫增重了 是不是别有动机呢 对此壮仁祥回应 说男子的体重是当时在急救时 医院用目测的方式测量的 并没有故意要增加他的体重数字 还请家属能够见谅 但是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仁贤就痛批 糖尿病或肥胖 并不是施打疫苗之后 导致猝死的危险因子 认为指挥中心这样的说法太过草率 高端开打三天后 就有四起通报死亡案例 其中一名桃园44岁男子 在23号接种高端疫苗 到了25号工作途中 突然昏倒失去生命迹象 消防人员到场后 电击四次依然抢救无效 到医院前没有生命迹象 目前安排30号上午解剖离清死因 而指挥中心日前 也针对这名个案做初步说明 男子一双很不认同 表示无法接受中央说法 强调丈夫糖尿病已有控制 去年体检时体重90多公斤 孩子也都很讶异 觉得爸爸没有这么重 是不是因为某些原因才这么重 指引指挥中心帮他丈夫增重30到40公斤 是否别有动机 对此发言人庄人想回应 体重主要是依照疫调资料 当时因现场急救的医院 无法实际测量 因此目测男子体重约120到130公斤 并未故意增加个案重量数 还请家属见谅 肥胖高血压糖尿病 它根本就不是 接种新冠疫苗以后 它造成猝死的风险因子 接种疫苗以后猝死的病例 就归到了肥胖糖尿病跟高血压 这是太过草率的一个处置 专家认为指挥中心应该更积极鉴定 所有死亡个案 并且谨慎说明才能消除大众疑虑 这也继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